欢迎收看台湾最前线 我是雪荣江 侯友谊被国民党征召后 虽然郭台铭展现风度表达祝贺 其实内幕有如核弹一般的炸开 郭台铭从头到尾都被朱立伦耍弄诈骗吗 不然为什么郭台铭选了这么的认真 又去美国日本又办大型的造势晚会 那当初朱立伦是怎么取得郭台铭的信任呢 让郭台铭这么的全力投入 媒体人还爆料党中央曾要求郭台铭 40天不要有任何的动作跟声音 不能在脸书上发言 说要产生悄悄板效应 这是在操弄郭台铭跟侯友谊声势的消长吗 那到了5月15号 朱立伦跟郭台铭第一次会面 郭问朱为什么一定要在5月17号征召 因为朱立伦当初说是6月18 那郭台铭感叹自己不该相信朱立伦的每一句话 不过国民党说那是要保护郭台铭 朱立伦说你去中南部见了很多牛鬼蛇神 是指郭台铭身边的人 是这样吗 屏东县长周典论说一定不是说我 那张化县议长谢典宁说我属羊的 那这朱立伦不是拆弹 反而是引爆深水炸弹吗 侯友谊要怎么修补关系 从消灭黑道后来改口 这个说改过自信就没关系 到所有的朋友只要共同信念都能合作 这些地方派系要缴会买单吗 朱立伦争招侯友谊引爆蓝营支持者大反弹 灌爆两人脸书非郭不投 没想到国民党中央把这些人都打成是 绿营侧翼反串 见缝插针 郭粉 韩粉 又灌爆党中央的脸书了 说是想要永远当在野党吗 明明是蓝营自己的问题 硬推给绿营 蓝粉有这么好骗吗 国民党现在分裂到什么样的程度 为什么几位大咖都没有表态道贺侯友谊 刘家昌是直接点名侯友谊是罪人 希望郭台铭独立参选 那侯友谊现在负面声量有多高呢 参选声明竟然有2000人表达愤怒 都被征召了 还在说市政权力加速 但做的却是选总统的动作 说一套 做一套 总统大选最新局势发展 这些节目中都有深入的分析 先叫来宾 首先是政治评论员王洁明 大家好 好 再来是政治评论余梅梅 中江浩 大家好 财经专家徐清皇 中江浩 大家好 好 再来是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李明贤 大家好 政治评论员李正浩 大家好 再来是资论媒体王瑞德 中江浩 大家好 那取消的原因 我跟喜爱跟各位还原 我当天礼拜二早上是9点大概45分的时候 接到郭董事长的电话 他跟我说的是这样 他说一真这个记者会要取消 我就问他为什么 他说 我们贏减不能贏贏 就是他就说 就说我们不用靠这个也会赢了 他有信心 就是说他会获得这个征召 好 他说那我们就是 意思其实就是说 我们姿态就要低一点 不要太刺激对方 董事长说 他笑 他已经在写这个 就是被征召以后的这个 要出现以后 这个说胜选也可以 就下去他代表国民党参选的这个宣言 他已经在准备了 这两天 他去日本吗 回来以后 大概会沉淀几天以后 大概就是冷静思考以后 应该会做出最好的这个 他的这个判断 然后最好的决定 那主要还是说 我们是在旁边人会觉得说 这个过程实在是很委屈 国民党争招侯友以后 非但没有大团结 反而是大分裂 因为排除郭台铭的手法 被形容是 拔拍叫 先人跳了 还有碰到金光党 那现在媒体人黄光琴的爆料 更是让外界瞠目结舌 真的是太劲爆了 那郭台铭感叹自己 错不该相信朱立伦的每一句话 我要请教清皇了 现在郭台铭是怎么样认为 他是觉得从头到尾 都被朱立伦给诈骗吗 对 而且有一句话 形容得非常的直接 就是郭台铭一直以为 他背后的那个高人就是朱立伦 但是没有想到到最后骗了他的人 他认为也是朱立伦 那为什么会这样讲呢 因为从头到尾你会发现一件事 国民党党中央 尤其是朱立伦所要求的 郭台铭是非常的配合 所以你去注意看看几件事情 我们从三件事情来讲 第一个你去看 这个朱立伦等于说 要求郭台铭40天不能发脸书 从2月16号开始 当时2月份的时候 郭台铭已经表达说 他想要争取国民党的提名 要选总统了 但是那个时候郭台铭曾经 有过一个念头 什么念头呢 他的幕僚建议他说 你可以针对民进党的民生议题 去做攻击 所以你可以在脸书上 发动一连串 对于比如说缺淡等等 民生议题的操作 所以当他郭台铭 发了这个缺淡文出去之后 国民党中央 等于朱立伦告诉他说 等等等等 这个时间点 请你先ちょっと待 ちょっと待多久时间呢 40天的时间 请你脸书不要发文 仲将你会觉得 这是不可思议的嘛 所以事后这个也是为什么 资深媒体的黄光琴 才会认为说 这个是因为国民党 党中央想要以撬动 这个敲敲板效应 希望可以呢 这郭台铭动作少一点 然后呢 希望让侯友宜 得到比较多的关注 侯友宜的这个民调支持度 可以有机会拉升上去 但是这很明显的 这对郭台铭来讲 其实不见得公平嘛 这是第一个要讲的 党中央那时候意思说 等于是在有点操控 这个郭台铭跟侯友宜 之间的这个绅士的销长 是不是 让他们可以有谁高 或者谁低 用意是如此 是 尤其是到了三月 是最明显的 为什么三月去最明显 如果各位有印象的话 侯友宜的民调 开始一直往下 请问从什么时候开始 从三月四号 林明珍的败选开始 因为侯友宜在选前之夜 没有帮林明珍站台 所以等于对于 蓝英的支持者来讲 会认为 你侯友宜明明身为国民党的 但是国民党的候选人 重要的关键战役 你却没有出来 所以侯友宜在三月四号之后 民调开始向下 所以等于说郭台铭在这段时间 最可以冲民调的时候 但是他却俨然像是被封印一样 四十天的时间 脸书不能发文 这是第一个要讲的 第二个要讲是什么 你看今天国民党 其实在讲说 现在他们认为 要拒绝民进党的三大奥博 但是三大奥博 看起来都很矛盾 什么意思呢 来 第一个 他说这个反串非谁不投 拒绝操作策略性的民调 散布分裂阴谋论 可是什么叫做策略性的民调 这是大家在问的 为什么这样讲 来 各位 郭台铭今天第二个 他卡住的点在哪里 他第二个卡住的点是认为说 明明当初他跟朱立伦讲好 是520的时候 作为一个分切点 什么意思呢 520的时候呢 大家等于说努力 兄弟各自努力到5月20号的时候 5月20号之后呢 等于说这先喊一个stop 然后5月20号之后 做两次的滚动式民调 再来分侯友宜跟郭台铭之间的胜负 可是很明显的 各位去注意一件事情 这个是国民党呢 他们所发出来的什么呢 你可以看 国民党告诉你 他们做民调期间是什么时候 他们做民调 他们在综合各家的民调判断的时候呢 是采4月18号到5月14号的时候 有国民党的内参民调 再加上其他坊间的民调 综合评价的结果 好 中将来 我们现在就问一件事 假设郭台铭跟朱立伦 两个当初讲好的 是5月20号的时候 作为切算日的话 那你是5月20号之后 再去做两次滚动式民调 为什么用的是4月18号 到5月14号的民调 那请问到底是谁骗谁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 就算你今天 你国民党要提早开奖 你要5月17号的时候要开奖 那你也应该是用5月16号 5月15号这两天的民调 才比较准嘛 你去拉这么前面的 请问意义在哪里 你们两个真的在看民调的时候 是看最接近大家开奖的那一刻嘛 那你去拉4月18号 4月份的 其实意义就不大了啊 而且更重要的是 请问这策略性民调 到底是怎么策略 国民党自己所公布 他们所采用的外部民调里面 有一家中华亚太经营交友协会的 这个是柯志恩 自己说是带风向假消息的民调 你也纳进去啦 有一家台湾民意基金会 做出来的民调 跟其他各家都不一样 竟然是侯友宜 大幅领先郭台铭的 其他家做出来的是 郭台铭跟侯友宜在五五波 两个是伯仲之间 那一个差别这么大的 你也纳进去了 那我请问你 郭台铭难道没有质疑的理由 没有原因吗 当然有嘛 所以对于国民党在说 人家操纵策略性民调 对郭台铭来讲 心里看到的也是这样子 好 而且更重要的关键来了 因为这个这两 昨天呢 传出来最新的是在说什么呢 是在说 这个朱立伦呢 等于说讲说郭台铭呢 叫你到南部去造势 你都去见一些牛鬼蛇臣 那这件事情你知道 这个传出来的时候 这个国民党议长一整个 大家就先翻了嘛 为什么先翻了 郭台铭到中南部去见的 不管是南头县议会议长 何胜峰 或一直到屏東县议长周点论 这一整排 甚至还包括南头县长许竹华 云林县长张艺善 都被你涵盖在你的炮城射击范围内 好 结果呢 今天国民党最新的讲法出来了 来各位看一下 国民党最新的讲法 各位看看兜不兜得上 国民党最新的讲法说什么呢 说这个牛鬼蛇臣这个词呢 是朱立伦在告诉郭台铭 要小心身边的公关公司 跟测试都是牛鬼蛇臣 然后呢 这一句话来 公关公司跟测试 朱立伦的原话是什么 朱立伦的原话 来各位注意看 爆料的人说 熟悉内情人士指出 朱立伦当场 郭台铭说 当初请你去南部 陪候选人扫街 结果你去见了牛鬼蛇臣 牛鬼蛇臣是需要 他的公关测试 是需要特别跑到中南部去见的吗 没有吧 郭董在北部的时候 就可以见到他这些公关测试的 所以很显然 你如果牛鬼蛇臣 指的是公关测试的话 那不需要跑到中南部去啊 所以显然这一句话 跟原文是都不在一起的 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 对郭台铭来讲 当内幕他爆的越多的时候 也凸显出郭董对这件事情 是有多么的不满 对的确现在内幕爆出来 真的是非常的劲爆了 有人让人家压抑 朱立伦可以一路诈骗 郭台铭到这种程度吗 甚至到了五月十五号 也就是说是正式的摊牌日 到那一天 因为朱郭有二会嘛 然后十五号的那个会面 郭台铭都还以为 这个朱立伦会 这个征召提名他 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一种 所谓的认知上的落差 要请让瑞德哥 现在所了解到了 包括就说 郭台铭当初是如何相信朱立伦的 那朱立伦是怎么跟郭台铭说 让郭台铭认为是 他是可以出来选总统的 然后直到五月十五号 郭台铭都还以为 自己会获得提名 所以在五月十七号 当天应该是五月十六号 当天包括有挺郭的记者会 还有宴请中常委 通通取消 所以这一路上也让人家压抑 天哪 朱立伦到底是讲了哪些话 让郭台铭可以这么的相信他 国民党里面挺朱跟挺猴的 这个相关的发言人 他们说 这几天 那么媒体还是名嘴的爆料 都是见缝插针 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照理来讲 郭台铭应该站出来 直接脸书 发一个绝无此事 对不对 唯一支持力挺 侯友宜不就好了吗 请问有吗 请问有吗 5月20号 朱立伦要 这个力邀 这个郭台铭帮侯友宜站台 目前得到的消息 好像是飞机一搭 要带着七小到日本去 21号才要回来 对 那为什么 就是偏偏 明明早一天 晚一天都OK 为什么一定要避开5月20号 他就是北京 我说特别就是这样 那么无风不起 我相信 那么如果这个相关的提名在礼拜三 定于一尊 郭台铭是一个生意人 所以 那么在脸书上所发表的四评八文的 这个等于说文章 那么如果是真的的话 那就ending了 就不会有后面一拉堆 昨天当联合报的记者 爆出那一篇的时候 就是刚刚亲王所说的那一篇 也就是说 郭台铭在跟这个朱立伦谈了 四个小时又十分钟的时候 还误以为自己会被挣扎 对 我非常的讶异 我非常的讶异 因为后来不是隔天 11点的记者会在10点的时候取消 晚上的晚宴也取消 那时候大家都误以为 都误以为说 是因为郭台铭认为自己大势已去 就算就团结 跟侯友宜一起团结 唯一支持 就算了 而大家的语而认知是这样嘛 就不是耶 竟然说是怕刺激侯友宜阵营 因为他即将获得提名啊 我的天啊 我告诉你 我要是郭台铭 跟我郭台铭阵营的话 我的愤怒是乘以二plus 很简单嘛 你怎么会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 那么至于那个牛鬼蛇神 这四个字啊 我要是郭台铭 郭台铭以前在鸿海的时候 听说骂副总级的以上的人啊 噼里啪的拼命骂 对不对 他怎么能接受你叫他到中南部去多帮帮人 见了人以后现在说都是因为你去见的那些牛鬼蛇神 所以民调拉不起来 朱立伦讲的事情背离事实 因为郭台铭的民调不断的升高嘛 再给郭台铭一两个礼拜 我跟你保证郭台铭一定甩掉这个侯友宜 那么跟他的这个差距三%以上 就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朱立伦眼看这种情况可能会发生 不能让他发生 所以突然之间就翻案 直接趁你还没有整个大局压境 大局崛起的时候 5月17要把你做掉 就很简单嘛 我在本节目一再说 我已经讲了快要一个半月了 从头到尾这场戏郭台铭只是跑龙套的 只是跑龙套跑到后来越来越像主角 自己也演得很爽 尤其那个200公尺大进场 走了半个小时 手还被抠伤了一次 郭台铭洗上眉梢 这辈子让他觉得最荣耀最光荣 最爽的一天就那天 对 你知道吗 他2000多亿取得每交期都没有那么爽 所以你要知道 他玩上瘾 他误以为自己真的这样 朱立伦去骂人家公关公司 我告诉你朱立伦 这四家公司里面 尤其是以媒体人为主的 这家公关公司 他去操作业会柯文哲 新竹再见柯妈妈 还有包括去等侯友宜板桥慈彙工 那么被一二再再二三的制造话题 比你国民党要高明太多了 我讲坦白的 你还在这个说人家 至于说牛鬼蛇神 那么最新的消息 南投县长许淑华证实 那么侯友宜亲自打电话给他 希望以后他多帮忙 也希望他跟议长何顺丰转达 那侯友宜未来到南投去的时候呢 那么会去拜会侯顺丰议长 我问你嘛 中国国民党最需要你的时候 请问你侯友宜在哪里 然后呢 中国国民党的四项公投 最需要你的时候 请问你侯友宜在哪里 然后南投前县长 立委补选候选人 林明珍的选前之夜 最需要你侯友宜的时候 请问你人在哪里 人家需要你帮忙 党需要你帮忙的时候 你人都找不到 四年前韩国瑜 你也 人家都已经到你三重水岸公园造势 你也不来 然后呢 人家的太太李嘉芬 到新北市来帮八名国民党的立委造势 你也不来 最近在三重距离七百公尺 不来就是不来 跟人家有关系 要帮人家的 你买件就是买件 可是你需要帮忙的时候 就打电话给人家说 我未来需要你帮忙哦 然后你还要去拜会何胜丰 何胜丰我跟你说 虽然何胜丰的出身 很多人有意见 但是我跟你说 在挺郭台铭跟国民党里面 他算是有尬死的一条汉子 他说到做到 我讲坦白的 他在郭台铭去南投 面见他的时候 他当场跟郭台铭讲 那么只要不是提名 郭台铭是提名侯友宜 他立刻退党 他马上退党 他第一时间立刻马上宣布退党 理论是行政 他的理由是行政中立 拜托 他做四人 四人去中了 这时候突然间行政中立 所以你就知道 那么这场大戏 本来照理来讲 礼拜三就应该落幕了 而且我告诉你 昨天非常可恶的是 代表朱立伦旁边 朱立伦的爱将竟然怎么讲 说朱立伦 侯友宜跟柯文 跟那个郭台铭 脸书下面的留言 是1450 是绿营 彻翼 是故意去反串的 你们每个人去点看看那些人 那些人 绝大部分的人 都是反对民进党 大多是支持蓝营的人 而他们只是因为挺郭 现在被你打成了绿营 彻翼的1450 这些人的怒火 一定是plus 我告诉你 没完没了 侯友宜的庆祝行情 还没看到 但是那个烟火 已经射向自己的阵营 是的确现在国民党把这些 所谓的什么飞一锅不投等等 通通是打成绿营侧异 但问题是现在是蓝营自己人 这个爆料出来的 包括这个媒体黄光晴 甚至说是有这个挺来人士 比如说黄世秋都说 你国民党的内参民调作弊都懒得长 竟然是有那种所谓的加总之后 然后来平均 所以他就说不要以为吃锅台铭 够够所有人都要接受你们蓝营这种 所谓的情绪勒索 那再来黄光晴也有访问这个林嘉欣 他就说郭台铭在争取参选的过程当中 也承受到党中央跟朱立伦的压制 要求脸书四天不能够发文 但林嘉欣竟然是说 这是为了保护郭台铭 这种说法听得下去吗 那正好现在所传出的各种爆料 真的是非常多 那也让人家觉得瞠目结舌 包括就是说当初朱立伦是如何 这个什么掏心致腹 让郭台铭取得信任说侯上来 他什么都没有 然后再来这个郭台铭的排定访美的行程 出发前也有征询朱立伦跟这个黄建廷的面包 然后他说这两个人鼓励有加 所以也让这个让郭台铭后来 可以义无反顾的一路往前冲 我跟他讲了这件事情 为什么郭台铭会这么相信朱立伦 大家想破头都不知道 说大企业家赚几千亿身家 怎么那么天真 不是郭台铭太天真 是朱立伦太会作戏 他一路上都让郭台铭误以为朱立伦是自己人 什么意思呢 我跟大家帮我讲真的 当郭台铭想要选举 他第一时间就请示朱立伦 请示朱立伦之后呢 开始的朱立伦就说 好没问题 我想办法尽可能帮你开道 没问题没问题 你只要民调冲到赢侯友宜 我就一定提名你 然后接着呢 朱立伦呢 郭台铭开始对朱立伦这个言听计从 比如说侯友宜那时候被讲草包 被问很多国际事务都不同 朱立伦就跟郭台铭说 郭总赶快出国 每日你都有关系 你就去美国去日本 展现一下你的power 郭台铭就出国 郭台铭出国后回来 朱立伦跟他讲 哇塞你这状况做得很好啊 这个赞赞赞赞赞赞 然后郭总就说 30天内我一定可以超过这个民调 其实这30天哪里来的 朱立伦跟他讲的嘛 好的 打议题要空战啊 看打这个BNT啊 打疫苗等等等等的 接着接着呢 他说你要跑地方啊 组织很重要 你也知道我们国民党这臭脾气啊 哎呀你那种地方逃郎 你拿心没有 都没有好心哦 不太可能啊 哇开始跑组织 跑动员 哎 一切都你郭朱立伦在建议耶 然后呢一直到 因为是5月17号 正到礼拜三 慢慢帮大家还原哦 5月15号也就是礼拜一下午到晚上的时候呢 朱立伦约了郭台铭到党中央 谈得非常非常久 到晚上6点左右侯友宜也来 到那个时候 朱立伦都说 哇这真的很难抉择啊 郭总你如果可以劝退侯友宜的话 我明天就提名你的 后天就提名你的 市長说劝退侯友宜哦 到15号 礼拜一晚上 所以到5月16号 一早天成饭店的记者会 大家人都到 那个记者会现在传出来 是傅昆琦要找陈玉珍 还有周典论 还有谢典林 大咖云集要去挺郭台铭啊 16号早上11点的时候 大家都已经到了 周典论还从屏东上来 谢典林从彰化上来 人都到天成饭店 郭总一通电话打过去说 不要啦 他们会提名我啦 这个我们现在不要刺激侯友宜 厉害了 了不起了 那晚上这个周典会也不要啦 不要刺激侯友宜 叫大家赶快取消 我跟你讲 昨天郭朱立伦还跟我掏心掏肺啊 今天就取消好了啦 结果到5月16号的下午 朱阳变色啊 拿出一份民调跟郭总讲 不好意思啦 我们内财民调 你就输了啦 你没了啦 你一路啊 都被筐在鼓里嘛 都懵在鼓里嘛 到5月16号之后才猪羊变色嘛 那郭总呢 因为当时 因为那不只是筐 那根本就耍弄嘛 把郭台铭耍得团团转 对 耍团团转 然后呢 朱立伦呢 这个人就是这样 坦白讲 管不住自己嘴巴啦 郭台铭这四场大造势活动 是不是都有国民党 想要参选立法委员的人上台 有吧 他有没有照朱立伦讲下去 就他配合朱立伦百分百 他听朱立伦话听到你 最后就朱立伦告诉他说 谁叫你去见那些牛鬼蛇神 所以你的民调才会掉 这对郭台铭来讲 亲和以堪啊